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呦 情侣装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得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才毕业绕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的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般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跟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她这个人越不会做饭 做起饭了 还越自信呢 之前我妈从东北 给我寄了一根雪肠过来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她都没见过 怎么敢去动手的呢 我家来一个朋友之后 她非要露一手 打开冰箱 特别笃定的跟我说 你一会儿去菜市场 给我买个乌龟回来 我今天 我给你们整个雪肠龟 我太喜欢讲这种东西了 一旦不喜欢我也得讲 但这个雪肠放到锅里边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我涛哥判断一个食物 熟没熟的方式 就是尝一口 但是雪肠的构造是 小肠里边包着猪血 每一熟熟之前都是液体呀 我是一把没拦住 她抄起菜刀 上去给雪肠扎了个眼 那根雪肠瞬间 变成一把水枪啊 照着我脸一顿秃秃 我没想过 我能被一根雪肠打得 我睁不开眼睛啊 我拔腿就往厨房那边跑 我朋友看着我 跑出来都惊了 他说你俩做个菜 怎么炒成这样啊 还没得过解释呢 我涛哥浑身是血 拎着把菜刀就出来了 我朋友看到这个场景 就想跑啊 他跟我说 刚才你俩秀恩发的那条 哥哥杀我 不是要当我面杀吧 我一肩制炒 他说他怎么办 我看我 你俩给我 我看你三股 我看你三股 我看你三股